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被债主逮到了 是吧 这个玩笑本来让你开过去就算了 但是因为有可能引起我的债主的不愉快 所以我必须很严肃地强调 这不是债主干的 哦 是 是我自己干的 你也会有这一天的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动作协调性什么就会出问题 我吓死我的 我以为我要欠那么多钱呢 没事 没事 动作不协调不是事 是吧 很好 又是一年脱口秀大会 现在看起来都很好 是吧 人才积极的感觉 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忘了 去年脱口秀大会开始的时候 同一时间是一个多么 愁云惨淡风雨飘摇的感觉 对吧 每个人看到我这里的问题都是 哎 效果文化怎么还活着 今年就不一样了 今天你们看到我都会感觉 哎 李大利你怎么还 怎么还健赞呢 怎么还笑得出来 笑得出来 笑不出来怎么办呢 硬笑啊 其实我从过年开始就给自己放假了 去年接了太多乱七八糟的工作 觉得也不太好 要整理一下心情 重新出发 笑 我放假就起来接的最后一个工作 是一个 我放假就起来接的最后一个工作 这个就好像你准备去跟老板辞职 一开门老板说 哎 你来得正好 你被开除了 笑 难过 我虽然被开除了 但是脱口秀行业还是发展得非常好的 你们在上海应该都很有这个感觉 就是买不到票 我们的脱口秀的演出门票已经是硬通货了 过去一年呢 这些人 这些脱口秀的人在上海都横着走 非常过分 跟谁喝多了 都是哎 以后买不到票跟兄弟说 兄弟找你买车是不是也能打折呀 就是那种只会出现在有头有脸的 社会大哥的脸上的那种表情 频频的出现在了什么网绵啊 广之甚至杨丽的脸上 对吧 变化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 这些人就跟饿个爸一样 就到哪推门就进 坐下就吃 结账 结什么账 你就说你要几张票 非常过分 然后已经都养成了不买衣服的习惯 什么衣服啊 鞋就等人送 上半年的时候呢 还跟某些知名国际运动品牌建立了联系 是吧 天天等人送鞋 现在呢 每个人家里都积压了一些再也不穿的鞋 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出去 有点出息 不光代表你们自己 你们也代表脱口秀 他们说 诶 脱口秀不是你代表的吗 你注意了吗 我下次注意 我下次注意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脱口秀 我没有带好你 对不起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每个人呢 都可以当五分钟的脱口秀演员 所以今年的第四季脱口秀大会 我们请了非常多各行各夜的朋友 在那边是不是看到一个穿警服的人 就是找这些人 你别说怎么认识呢 像跟这位朋友认识也很奇怪 有一天我就喝多了 在大街上被他攔住 说 诶 是不是喝酒啊 我说 你是害怕 不开车也不能喝酒吗 他说 嗯 果然是你 我就确定一下是不是你 就是这么认识的 然后除了他呢 还有很多很多 你们可能看一下 都是很多陌生的面孔 各行各业的朋友 很厉害 新朋友们在海选的时候 表现也很惊艳 所以的老朋友们压力也很大 八王餐吃着也不是很香啊 对吧 今年的压力 还有比赛的激烈程度 肯定还是会上一个层次 但这都不重要 我们每年搞这个破玩意儿 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 就是把脱口秀演好 我那肯定是代表不敢行业了 我代表我自己 欢迎各位 来到脱口秀大会 第四季 脱口秀大会 转眼就办到了第四季 而经典有机呢 已经十四年了 他们十四年都没想出 这么硬的转折 今天十四年 坚持有机 脱口秀大会 四年坚持有我 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坚持 你们了解背后的话 都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坚持 同样呢 每年还有几位领校员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 在去年 我们这个行业风雨飘摇 他个人也风雨飘摇的时候 加入我们的欧永浩老师 今年都不飘摇了是吧 今年就剩我自己飘摇了 好 飘飘又摇摇 别嘴您就笑 让我们用这句 莫名其妙的押韵 欢迎大张伟 还有最后一位朋友 像经典一样经典 几代人的偶像 前辈语言工作者 欢迎上场之前 还一直在问我 咱们这个节目 到底在哪个电视台播 欢迎杨朗老师 节目马上开始 大号是赵慧 那脱友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去年 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的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 幽默女孩的魅力 然后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 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我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啊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回去广州以后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哎呀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哈 雷普通发还不好啊 哎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哎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啊 手上的项目呢 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透球大会的赞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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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讲啊姐姐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原来在那儿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吗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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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明扁暗保 哎 到时候就站一排 哎 哎 哎 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嗯 哎 就是这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突围三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差不多了吧 哎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啊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去保送你喜欢的王建国吗 啊 让他带着我谈的赞助 站在我出资的舞台上 拿着属于我的内定冠军 完了还要在工作群里at我 请大家积极转发建国夺冠时刻 啥呀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啊 就这几年我对公司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掉了什么市场步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 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原液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平时保六年 哎 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原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现在让小慧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是徐志尚 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 我这个长相 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 只要我上台 大家都会忍不住地看我进 他们说这个好笑啊这个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确实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的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蒙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 我天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对啊 大了大了大了 我就特别不解 只不解说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 我在那里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 这要熟灯了啊 要熟灯了 真的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真给我长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真给我长脸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我真是没有机会了 只剩四灯 这对高清的是何光 真的 我当时都蒙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说 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 子生啊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着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 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的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什么叫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 听听我的内容 大家一定听说 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 老板就在那里向大家 好 大家好 我是陈璐 哇 新人也太厉害了 哇 大家对脱口秀演员也不要有误解 脱口秀演员也有枯燥的一面 然后 太难了 哇 这新人太厉害了 没事 我现在已经是领导了 我隆重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不仅是公司的首席编剧 而且我还要管理这些演员和编剧 所以我是真正的领导 所以下面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希望我们这个比赛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哇 诚哥很好今天 好 已经两针了 我的结束了 没有 领导两针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 确实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 就喜剧和领导 这两个词就很尴尬 尤其是我们公司 全是喜剧演员 他天天讽刺领导 对吧 自从我上任之后 自从我上任之后 他们就天天讽刺我 说是 喜剧跑得快 全靠大头戴 确实戴的还可以 戴的还可以 确实脱口秀演员和领导 这两个词之间 就有天然的矛盾 对吧 脱口秀演员大家想一下 一般就是聪明的穷鬼 公司的领导 有钱的傻子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才不要为了钱当傻子 但是老板把一堆钱 摊在我面前 说傻了吧 这个其实我答应做领导啊 其实是想打入领导的内部 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傻 加入之后我发现 这不大家都挺棒的吗 就当了领导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智商直线下降 就每天都在下降 哇 我都感觉我自己的智商 快扛不住了 再傻下去就得当董事长 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 董事长在这看呢 没关系他听不懂啊 这个当领导去做卧底 我还是发现了公司的很多的秘密啊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不让说谐音梗对吧 谐音梗扣钱 其实是因为谐音梗太简单了 要留给领导奖 我当领导第一天太爽了 真的我说了一天的谐音梗 没人管得了我 全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大烂梗 可把我的下属们笑坏了 当然当领导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就是原来不当领导的时候 开会我是时间就很随性的 我就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当了领导之后 我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我必须最后一个去 我万一早到了 我还得躲起来 有时候还会遇到 多好的董事长 就是而且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因为我每次老是准时到 为了提醒我自己 我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刻了一个碗字 当然这个当领导还要做年终总结 对吧 还要写什么数值报告 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吹牛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吹 是第一年当领导嘛 我就在我的PPT上 瞎写了2021年 要实现三个翻译翻 2021年要实现笑点翻一翻 脱口秀大王总量翻一翻 但我讲的时候发现 我只写了两个 没办法 我只好说PPT翻一翻 大家听出当领导之后的梗 就是这样 不要要求太高 而且当领导之后 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的家人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 他们再也不催我考公务员了 但是他们只高兴了 没几天就开始催我 说儿子 你现在这个级别 你什么时候 能当上领校园 是不是等李战退了 就轮到你了 我说不可能 我说他比我年龄还小呢 我爸说没事 李战虽然年龄小 但他身体差 所以我现在天天陪李战喝酒 就怕他身体突然好起来 最后呢我想说 其实当领导 当喜剧领导 脱口秀的领导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新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 过年的时候还给我送礼 跟我说明年的脱口大会 诚哥一定要照着我 我说没问题 你只要记住一点 脱口大会PK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我 诚哥给你跪下来 所以当领导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谢谢 你们看看这个战事对吧 一年一度的竹梦喜剧圈 又开始了 今年来了这么多人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脱口秀火了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何广志火了 何广志是让许志胜都看到了 进军娱乐圈的希望 徐志胜跟他说难看啥的很坦诚 真的 我第一次看见徐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 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3T人打过来了吗 过分了 实话实话 笑话人不辱人 我之前一样 我给一个表 名牌特别好的表做过广告 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见过那种 那个表的代言人之前 什么吴彦祖不辣的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名表 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要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 哇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 哇考研辅导 而且啊 你们今天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就是 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哦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和我们 这些人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卷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 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 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Sit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见第一只 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 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 是不挤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真的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天啊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他在说你好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 他反正是这是鹦鹉 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啊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 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习惯了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有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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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会说我说了吗 还没有吧 还没有吧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正常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一会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对着狗汪汪汪汪 给它忙的 我说你是给它俩当翻译呢 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些动物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精神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那猴子说2加3猴子5 5加510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的 他就以为 哎呀你们人类要是没有我怎么办呀 就觉得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子教育小猴子 哎呀你也应该 像他要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北京动物园 还有一个标准吗 我们一上去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了 有人说你说了半天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我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莫 准备好了吗 我要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你们四个该拍就拍啊 别往后等 后边不一定有好不好 听人劝 对不对 我听人劝 你看看哥们这人气 气人不气人 转眼转眼转眼 这意思特别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特别大会支持我们 不容易不容易很热的天气 更不容易的是我自己是吧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特别大会了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 还能在这个舞台上获得什么了 不像这些新演员是吧 他们很多人就很直接 也很现实是吧 只要淘汰掉了两个我这样的老选手 下半年就能接到广告 走到决赛呢 就能参加吐槽大会 一不小心拿了冠军 公司还会把最红的女演员分给他 就能参加马丑CP 当然啊 我觉得这么说 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尊重女性的对吧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怎么办 是吧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公司就没有一个男的能配得上他 我其实 我其实都不是很理解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 当客CP一听到这些信息就非常兴奋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太理解 剧本啥我就不太理解 你们会玩剧本啥吗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玩剧本啥的朋友 你们平时是都没有工作嘛 就不然为什么你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是从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里 专门抽出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跟一群陌生人开一下午的会 剧本啥也太像开会了吧 就是一进门先给你一叠厚厚的材料 是吧 然后你看着看着发现 各部门已经开始互相丢锅了 而且最怕的就是跟同事玩的 玩着玩着都分不清自己是谁 是吧 都急眼了 你听我说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我也不太理解年轻人的饮料 我现在连奶茶都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奶茶里 能放那么多东西 前几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里面有糯米 燕麦 豆沙 芋泥 还有一整个的咸蛋黄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大哥是怎么混进来的 是吧 我感觉我喝的时候我喝的都不是奶茶 这就是一个对了水的粽子 那我喝的一半是吧 噎的实在不行了 我开了一瓶八宝粥往下顺了顺了 这款奶茶 这款奶茶 这款奶茶的名字叫全家福 是吧 看到它那一刻我全家都福了 不过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杯奶茶给了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喝这杯奶茶的时候 我内心感觉到无比的安定 这杯奶茶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是吧 就算当时地震了我都不害怕 光凭这杯奶茶我就能坚持好多天 救援队来了我都会很大度 说你先去救后边那个单元 我不着急 我至少还能坚持三点是吧 你看我刚喝完奶这个 包括买盲盒的朋友 喜欢买盲盒的朋友 我也不太理解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买盲盒 盲盒不是摆明了骗人吗 我觉得盲盒不就是小浣熊干脆面 是吧 他还干脆没有面 你想盲盒里卖的一定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吧 因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 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 不然每天都会有人在那个菜摊前 虔诚地祈祷 是吧 今天让我抽个蒜吧 哎呀 啥礼拜没吃蒜了 哎呀 我觉得你只要小时候上过那个小浣熊水火垮的当 现在就不应该吃盲盒的亏了 对吧 当时我为了收集一张送姜 我家里有20多张李逵 你知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 20多个李逵拎着40多巴个大斧 就这样看着我 是吧 我们的哥哥呢 我当时 虽然已经丝灯了 但是我还是要展现我全部的技术 我当时拉开那个抽屉 我就感觉像拉开了一个送姜粉丝团一样 是吧 我们的哥哥呢 而且当时小时候还有传说 就说不同地方的面 里边的卡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是吧 商家也很能用这个制造焦虑 就是小卖部的老板经常就悄悄跟我们说 我最近进了一批不太一样的面 你要不要试一试 梁山好汉故乡山东来的货 我听说都有人开出孔子来了 我觉得盲盒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吧 机智很不透明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正的公平应该是这样的 就你还这么卖没有问题 但我付钱的时候也用盲盒的形式付钱 就这几个红包里边 一块十块二十一百 你自己选对吧 然后我们回家各自打开 你这个盲盒值多少钱 就看我们自己的手机对不对 然后你一打开 然后你一打开说 你这个钱上印的头像怎么是送姜啊 恭喜你开到我的隐藏款 我觉得大家都会对选择多这件事被迷惑 都觉得选择多是好事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我相信你们来看是吧 电视机前的朋友来看 也像拆盲盒一样 在想今年这么多新来的朋友 里面能开出几个送姜呢 几个送姜我不知道 但是肉眼都能看到 长得像李逵的已经有好多了 是吧 所以朋友们 如果是为了省心 还是可以支持支持我们这些老演员 对吧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 薄利多销 对吧 我今年的原则就是 只要有人看 我就一直演 则寿就一直勾傲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专俊 我现在是一个 救援机的博士生 在读博一 有读博的朋友吗 辍学的也算 其实也不是我想读 就是我家里面非常希望我读 因为我的家人很多都是博士 然后他们在一个大学里面工作 叫华中科技大学 有人听过吗 对 非常不错一个学校 我在这个学校里面 出生长大生活了18年 然后没考上 大家对我教育很成功 他们真的是非常绝望 就家里的全家福 本来应该是校友合影 现在是校友合我 但我家真的非常希望我可以读博 所以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生活得特别久 关键是很传统的 他们催我读博的那个感觉 就像你家催你结婚一样 我回去以后 我妈就在客厅里面 一阳怪气的就跟我说 就男人吧 到年纪了 就是要读博士 你说你一个男的你不读博士 你不会是 身体有什么问题吧 男人不读博 那就不是个完整的男人 而且他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临走前 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你读完博士 知道我时常有一种错觉 就是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们家那个后 它不会是 就博士后吧 博士后 很难很难 他们还会以死相逼 你知道吗 以死相逼 就是那种 就以我的死啊 他们跟我说 要是你以后不读博士 你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管你 但这招对我没用 因为不可能出现 以后我躺在家里 他们看见我 哎呀 可惜啊 只是个sauce 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我不想读博士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做学术 其实是没有什么天赋的 知道我跟老师说 老师我不想读博士了 他挽留我 他说俊啊 我见过很多聪明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很勤奋 而且说句不该说了 你来之前呀 我们实验室已经很久 没有女孩子送过巧克力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了 因为我嘛 就是我可能长得好看一点嘛 肯定不是因为你 控制变量法我还是懂的 我知道我说这个东西 大家现在会觉得我很油腻 你知道吧 这个到时候在电视上播了呀 你在手机上看 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弹幕 开始骂我了 对吧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一般吗 酷啦 但我发现更奇怪的事情就是 大家特别喜欢那种 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是吧 我看下面有些女观众点头 对对对我太喜欢了 我特别喜欢那种 没有帅而不自知的帅哥 没有 没有帅而不自知 如果有啊 他装的 因为别人会告诉他的 你跟一个帅哥说 帅哥你长得好帅啊 啊 是吗 没有吧 没有个P 这种人最虚伪的我跟你说 他表面是啊 是吗 没有吧 心里面 我心里面展开说说 做个PPT 写个论文 阐述一下 对 你这就像要求一个人 他是高而不自知一样 你在地上跟一个人说 哎 你长得好高啊 是吗 没有吧 那我先下车了啊 大家太喜欢那种帅哥 大家太喜欢那种露出八块腹肌 面色很忧郁的看向一边 衣服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没穿上衣的那种帅哥 我衣服呢 大家觉得哦 他太帅了 但是如果同样一个帅哥露出八块腹肌 他这样 24968 油腻 油腻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男人啊 男人已经是一个公认非常自信的群体了 就根据过去一年你们看到的 你知道吗 男人是那种 就只要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长得帅 哎 就一个人 不用是我喜欢的人 就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一个阿姨 过来客气一下 你好你好 这是你儿子啊 长得好帅啊 我一回心想 确实长得帅啊 阿姨怎么会骗人呢 但人光长得好看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当时摸着我的头说 啊 是吗 没有吧 她还不是个博士呢 谢谢大家我当军 你好大家好 我是大雄 大雄 然后非常开心地来参加拖四 其实拖五秋大会第一季我就有参加 然后当时过了海选 只是我放弃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就上节目啊 这不能说 那不能说的 然后段子里面还要加广告 我这个人就是命运学不来弯腰 你懂吧 所以今年就感谢节目主就请我来 就是 我成长了 我成长了很多 你知道吧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刚才说了我是个广东人 但是我不太会讲粤语 我是在深圳长大的 其实深圳讲粤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就大家也没时间学 都忙着搞钱 就是你要让一个深圳人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他肯定首选西家家 抓吧 能搞钱的他肯定先选 对吧 但是我这个人其实不太爱搞钱 我爱省钱 就比如前几天从深圳来上海 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 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 我就不买 我从来不买意外险 我就浪费钱 我知道 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 对吧 我又不希望到时 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还夹杂了一丝兴奋 就纯粹了 你懂吧 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 劝我他说 大熊我跟你讲 你不买意外险 等到出意外 你就会后悔 就所有时间后悔 对吧 就意外险 它又不是延误险 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 但它延误了 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 我会跟自己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 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 都快要爆炸解体了 对吧 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 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的坐在那里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 你买了 哇 恭喜 你就好啦 死得其所 不会了 好吧 然后来参加托四之前 其实我一共参加过两个综艺 第一个是一个恋爱综艺 素人恋爱综艺 心动的信号 第四季 真的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搞笑的 好吧 至少我以为不是 参加那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 有一次我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什么 哎呀 坐你的车 头好晕哦 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没有人坐我车 会头晕的好吗 我开车贼吻 三年都没被空空分 OK 哦 两眼都没有 打成了 我觉得她有点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 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她家 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 你知道 我那 哎 你不走了啊 应该走了啊 应该走了啊 应该走了 这不挺稳的吗 没道理啊 真的 活该单身 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 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 尤其是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又都比她大很多岁 搞得我很不自信 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哎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 这什么鬼 我确实我知道我长相很一般 就参加一个恋爱综艺也是挺冒险的 但是那个节目 体验还是很不错 就不像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 体验就特别差 因为她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 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 我没讲完一个段子 她就会 等人等登 我叮叮叮叮 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 我说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 嗯 她之前交往的男生都比她大很多岁 哇 后来她才发现原来她是喜欢长得老的 thaw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搞这个音效我真的 所以 能来拖舞秀大会第四季 我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更专业的拖舞秀舞台 但是 节目组也知道 我刚参加完心动的信号 居然还敢问我 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 也接受草食一批 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 谢谢大家 我是大雄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张浩哲 我是今年的新人 其实我讲脱口秀 也两年了 也演过挺多出了 就本来啊 我以为我能够 自如地应对 各种各样的观众了 但前两天 我就在台上 我正常演出 我跟下面的观众 我正常聊天 我说大家能猜猜 我这人做什么的吗 小组大哥说李逵 他彻底把我击碎了 就现在再有人问我 你脱口秀风格是什么风 我就说是黑旋风 就还有人更过分 有人说我长得像 发了福的兵马俑 说我这个形象 在西安就是宝藏男孩 我现在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啊 但最近真的发生几件事 让我认真考虑 我要开始减肥了 就第一件事 就前两天我在公司坐电梯 我走进去 电梯超载了 这没什么 这我用习惯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那个压垮电梯的 最后一个骆驼 但问题是 就是我刚退出来 另外两个女生立马钻了进去 电梯她又不超载了 这个我真的绷不住了 我说啊 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能让电梯外的一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突然觉得 哎 好像我可以 然后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能让电梯外的两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同时觉得 哎 好像我们可以 不过很快我就释怀了 就如果用我一个 帮助他们两个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 但是我忘了 我所在的是一家喜剧公司 电梯里的人快笑疯了 知道吧 里边还有个脱口秀 演员真幽默呀 就是那个臭小北纸 我在那喊 还有人吗 我觉得他那再上一个 第二件事 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玩 确定有很多休闲项目嘛 其实有骑马 我跟他去了 当时到马场的时候 只有几个小孩子在骑 我就问那个前台 成人能不能骑 这个前台你 能骑就说能骑 不能骑就说不能骑 他看了我眼 对我说 先生你多沉 我说二百四 他说先生稍等 然后拿出对讲机 对后面说 来 把那一皮请出来 我说没必要吧 那个驾驶 我还以为他们要请出一匹河马 没有那个教练从后面 牵出一匹进口的汗血宝马 哦 那匹马贼漂亮 趾高气昂地出来 走到我面前 当时就蔫了 就他不自信了 他在自我怀疑 你能不能配得上这个兵马俑 哇 这么顶着这个牙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这匹马 就因为我往他身上爬的时候啊 就这匹马 就这匹马扎了个马步 我的朋友也在旁边嘲讽我 说张浩哲 这匹马让你骑的后背都凹下去了 你要不干脆直接去骑骆驼吧 他有所不知啊 我去过新疆 我骑过骆驼 哼笑死根本塞不进去 第三件事 前两天我痛风犯了 就一觉醒来脚踝肿了 很疼 疼得根本下不来床 就没办法就交了个120 就很快120就来了嘛 来了四个身强力壮男医生 这四个人你 能去医院就说能去 不能去就说不能去 他们四个用意中 我很熟悉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小伙子 我说二百四 不是我吹上次汗血把马 让我骑的腰扭了 但是120嘛 该救人还是要救人的 但是我分明感觉到 他们很吃力 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个医生啊 有一个准备动作就是 就相信大家也没什么 叫120的经验 就我那也是第一次 我之前也不知道 120台人是要喊劳动耗子的 而且很不幸 我家住六楼 他们四个每下一层 都把他放在地上歇一会儿 就下到第二层的时候 有个大夫实在憋不住了 就问我 小伙子是真的完全没法走吗 还不拍吗 我的腰好像也扭到了 我说哎呀 我要不给120 叫个120吧 不过现在我觉得 就减不减肥 无所谓的 因为脱口秀这玩意儿啊 好笑就行了 对吧 跟体重没关系 我就不信这个节目 会有人来过来问我 我有多沉 结果这时候服装老师 就走过来对我说 小伙子 我说哎呀呀 这我超帅的 放心来我唱我哲 大家好 我是布京云 我是来自陕西的一名美少傅 我讲脱口秀 就是想抱怨一下我老公 我昨晚给他视频 想缓解一下我的焦虑 我说老公怎么办呀 我明天就要比赛了 我老公说没事 你记得一个重要的事 我说什么 上台别紧张 他说不是 你记得回来的时候 把酒店的一次性牙刷拿上 我说都现在了 你还说这个干嘛 我老公还 那咋了 上次跟你说你就没有呢 十二年了 我跟他永远无法同频共振 就前段时间 朋友叫聚餐 进了包间之后 别人的老公 衣服一脱 一看就是那种 成功男人的标配 那种泡流的利领 一下拉到这儿 我感觉下巴都夹住了 还有的就是那种 特别洋气的帽绅 我就忘顶顶一句 我老公脱掉他的外套之后 里面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修饰的红球衣 我把我打扮得跟夜上和的白玫瑰 我老公穿个圆领的紧身红球衣坐旁边 我尴尬得要死我 我特别生气 我刚一出门 我说我告诉你 你下次聚会 你再敢给我穿红球衣过 我老公说 我知道了 下次注意嘛 下次去穿个黑色的 我说我怎么给你解释啊 宝贝 就秋衣单穿这个事吧 跟颜色没有关系 你自己吐 你就模仿模仿别人 对吧 我说你看现在潮南都怎么穿 你看人家潮南现在都蝶穿 我老公说 什么是蝶穿 我说蝶穿蝶穿 咱顾名思义 就不可能只穿一件 对不对 就我老公那个人吧 你每次骂他 他还都能听进去 他第二天 就给他的红球衣里面 加了一个棉被心 而且他那个球衣 都已经穿了十一年了 我眼看着 他把一个圆领的紧身款 慢慢慢慢地 穿成了现在的深微 有时候在家 他不经意地弯下腰 我顺着那个不规则的领口 都一下能看到他的皮带 有时候又觉得 还挺性感 而且他那个智商 我永远都不知道 他要干什么 前两天还回来跟我说 媳妇 我送你个这蓝牙耳机壳 我说不错 挺好看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耳机壳 我说一个破耳机壳 能有多神奇 我跟你说 你这个耳机壳 你应急的时候 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一块橡皮 我想了一晚上 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 我需要块橡皮啊 你说晚上回家 我碰到个老流氓 我特别害怕 我在包里翻 我说你别过来啊 看着什么 耳机壳 橡皮 流氓说 咱俩谁 调戏谁啊你 根本不会害怕对吧 只会向我步步紧逼 我说你别过来 真的 你敢过来 你敢过来 我就敢擦掉你肮脏的心灵 这是什么高级的喜剧技巧 就刚才上台前 我老公还问我 哎 媳妇 你们这个比赛 电视上会不会播呀 我说会呀 那你是不是得对着镜头 给我说点啥 我说人节目组 不让我说脏话呀 那我转身一想 也对了 这都要播了 是吧 我今天我对着镜头 说几句心里话 真的 老公 你是我见过最单纯的男孩 你从18岁就跟了我 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给了我 男孩子有几个十年呀 我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走出大山 跟我过上好日子 老公 我爱你 我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呀 因为我婆婆说 她也要看这个节目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贾浩 我去年已经过来 参加了一期节目了 但是表现很不好 然后第一期就被淘汰了 真的很难受 关键去年我和北京 就周期末 我俩一起过来参加比赛了 我俩关系还不错 然后期末呢 你们也知道 在我上场之前 非要去证明一下 忽兰是不是男人 也被淘汰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去抱了抱期末 我说期末你别怕 You jump I jump 我是 jump了 周期末后来复活了两侧 哎呦 那种感觉就像是 你看你兄弟 从飞机上失足掉下去了 你也陪他跳下去 说我陪你 结果他说 我有降落伞 两套 当面一套 背后还有一套 这个太狠了 真的很难受 你们知道 这个比赛多残酷吗 就是被淘汰了 你要马上离场 然后送你回酒店 我不怕大家笑话 我上了车 我就开始哭 因为真的很难受嘛 男生哭和女生哭 还不太一样 我一哭就是 司机还问我 小伙子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后来他应该意识到 我在哭了 因为车里响起了 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的歌声 听了两句 我说歌你要不 还是别唱了 你没有一句在吊上的 跑调跑得太跑调了 司机果然不唱了 试图安慰我 说小伙子怎么了 你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吗 我才想起来 我还是个单身 我哭得更厉害了 司机就更猛了 哎呦 我也不知道你为啥 哭你开心点嘛 你看看拖我秀大会什么的 哎呦 顶着哭肿的眼睛 回到北京啊 然后在路边等车的时候 我还遇到了我一个前任 就是一个人 在最落魄的时候 最怕遇到自己的前任 我脑子里还在回想着 司机大哥那句 男人哭吧 不是嘴 就我是懵的啊 我不想遇到我前任啊 更何况他还晚了一个人 他妈 这是我最怕遇到的一对 女子组合 另一对是 炎仪和炎月啊 有点内部 感觉小慧要赢了 我不想遇到他们 为啥不想 因为当初啊 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被阿姨几句话扎过心 第一次去他家吃饭 阿姨就问我说 小伙子 你讲脱秀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哎呦 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讲脱秀 我就沉默了 因为我不能很自豪地说 三千多 这样显得你不仅收入很少 脑子还不太好啊 然后前任就很好啊 帮我打原厂 说假号一个月挣二十万 阿姨说啊 我说啊 你就会发现汉语的博大精深 对吧 一个字的四个声调 就代表着我跟阿姨的一场 耳鱼我诈 阿姨说啊 我说啊 他说啊 然后阿姨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现在 他说假号这个样子 看起来都不像 一个月挣超过一万的 挺扎心的对吧 一个月不超过一万 三年了 三年了 我一直挺努力的 我就希望自己再有勇气 去面对他妈 对他说阿姨你会酸命 所以这一次来参加 拓学大会第四季之前 我还专门联系了一下阿姨 我阿姨 您能不能帮我算一算 我这季拓学大会 能走多远 阿姨说 你给我有多远走多远 谢谢大家 我记得好 谢谢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毛东啊 然后我感觉有些观众 可能认识我 然后对 有些大部分 可以了 大部分人感觉不是很熟悉 是因为之前我上过 另外一个辩论节目 但是大部分人不熟悉 是因为确实存在感不是很强 对吧 看到了 看到了 不用 这个地方认可就有点伤人了 对吧 我刚开始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实话说 可能身材管理做得还不错 每次一出来 就会有弹幕飘过 还比较善意说 哎 这哥们长得有点像张若云 然后后来可能是确实 颜值不断下降 到我在上台的时候 突然那个弹幕就变了一个画风 说哎 这个大哥有点像那个 马德华 你看这个用点 就有点显年纪 对吧 很多年轻的朋友 有点confused 马德华老师 这个大哥 你看反应很快 这就一看大概七二年 对吧 上大学那年俄罗斯还叫苏联 然后 这个马德华老师 八六版西游记 猪八界的扮演者 别别别 这个 不用认可了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总是被这种东西伤人 就都不说了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看 我有时候会加大一点别角的英文 在讲段子的时候 是因为确实我是个留学生 有留学经历 但我一直很自卑 我就感觉你像忽兰那种留学生 确实一看就有文化 然后显得比较洋气 我就经常挺土气 我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跟我爸对我的印象还挺大的 我爸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出身 然后呢他就没啥文化 但不知道为啥 对吧 我爸身上就有一种中年人的迷之自信 我带我爸出国旅游的时候 走在国外的大街上 他总喜欢用河南话跟人搭讪 我带他去澳大利亚旅游 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朋友们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河南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 对吧 长了五十多年 就不了解这个事实 第一线到澳大利亚 前面有一个中年妇女 很有气质 本地人在遛狗 我爸没有任何由于上去说 哎 能夹沟多大了 我说爸爸 你不妨hold on a second 语言的隔阂 都无法阻止你对social的热爱吗 后来第二天我们到了墨尔本 去墨尔本撞 墨尔本的城市挺好的 逛得很开心 逛到下午两三点 还没有吃午饭 我爸跟我说他饿了 我说没关系爸爸 我说你饿了 你不懂英语 我懂英语 我给你买个东西吃 对面有个三明治店 我给你买个三明治 我爸当时坚毅地看着我的眼睛 跟我说 不用 我自己来 我说那你挺厉害 父亲对吧 你自己来吧 我爸就昂首阔步 走进了那个三明治店 卖三明治的店员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小姑娘 左兄前挂了一个名牌 叫Selina 我爸特别自信 跟那个小姑娘说 小妮 给我哪个这 而且由于我爸如此之自信 导致Selina以为我爸说的是英语 因为Selina也知道啊 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不说英语 不说河南话 你讲错了吗 Selina也知道 不说河南话 她那一刻 她心里想的肯定是 这个人说的不会是河南话吧 对吧 她心里一定想的是 她这么自信 说的一定是标准的英文 而我如此之愚蠢 没有理解 她开始疯狂跟我爸道歉 I'm sorry Pardon me Can you sit again, sir 我爸也听不懂 越来越着急 两个人来了数个回合之后 我爸太急了 说给我拿个面包 我一安面 哎呀 你要说小姑娘 毕竟年纪型脑子好使 这一刻终于明白过来 然后这人是个神经病 我的父亲最终还是靠着 精妙的Body Language 和无比的自信朋友们 买到了一个三明治 他出那个商店的时候 手里拿那个 Meatball sandwich 我都觉得不是个 sandwich 那就是世界文明大团结的图腾 我的不洋气 还提起来另外一个方面 我没有什么洋气的爱好 我从小跟着我爸 看我们河南台的黎元春 看那个戏剧节目 对吧 我总喜欢看一些戏剧 曲异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听什么流行歌曲 总爱往那些方言上靠 前段时间 我们听到一首 那个网络流行歌曲 叫《直短情长》 没有人听过吗 这首歌我就怀疑是个河北唐山人写的 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怎么会爱上了他 又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直短情长啊 我想这什么直短情长 这是张立荣老师的新单曲吧 张立荣老师你们知道 河北唐山人 本来 本来这首歌我说实话 我就感觉是一个年轻的网络歌手 倾诉自己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那个口音一出来 我就感觉是张立荣老师在说 我主嘛就爱上了他呢 现在我们的东西谢谢 我是此号 有多少人认识我呢 我不知道现场还有 能鼓掌我看一下吗 谢谢 三年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讲了三年脱口秀了 我上了三季脱口秀大会了 你知道吗 说真的 我前几年参加的时候 我心态挺放松的 我今年 但我今年真的有一种感觉 是我觉得 我不能再输了 你知道吗 我不能再输了 就是 我怎么说 因为你们知道 因为去年 实在是火了太多 我们同辈的那几个好朋友了 你知道吗 这个对我们来说 冲击力太大了 首先就是那个冠军 那个臭王勉 臭王勉 臭王勉 为什么 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跟王勉是 同一时间进公司的 你知道吗 我跟他关系也特别好 所以你知道 在我看来 我觉得去年那季冠军 真的你可以是 建国忽兰朱祁末 没关系 但是王勉 为啥是你啊 真的 不是觉得他不配 你知道吗 是 你们能理解 就是好兄弟之间就是这样 我是真心希望你好 但你最好不要比我好 就算比我好也别好那么多吧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一轮两轮 行就你冠军 我当时我让你做人留一线 不是让你留在一线的好不好 他跟我说 他子昊 我最近太忙了 最近太累了 你知道我之前跟邓超录款录节目吧 录完节目之后 天天晚上找我一起喝酒 他们两个 你能理解吧 面对大康那种压力 最近我都不想结活了 你呢 我说最近不想活了 你能理解吧 除了完美以外啊 还有那个杨丽 杨丽也太火了 我说真的 我现在看着他 我会真的是 我会很没出息地 想起两年前的时候 两年前啊 真人真事啊 当时我们在录第二集 投球大会 因为当时我那个 我上节目还比杨丽 早那么一点点的 我当时那个粉丝 比杨丽多那么一点点的啊 他还跑过来 老跟我看一下说 哎呀 子昊 要不咱俩组合算了 咱俩还可以炒CP 你知道吗 这样肯定冷火啊 真的是 哎呀 你们 我们这种花瓶 就不应该搞喜剧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太难了 他怎么敢这样 你知道我当时的想法 有多么幼稚吗 我当时看他 我心里想的是 就跟他一年之后 讲那个段子 如出一辙 你知道吗 我当然想的是 这个女生这么普通 这么自信吗 要跟我炒CP 有没有搞错 你以为我是谁 有了吗 现在发现小丑 竟是我自己啊 千载难逢了 好机会啊 各位 再回路去 人家现在喜欢 这种短小精干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 是你们知道吗 就是爱情就是这样 当初你不懂它了好 以后 它就是你大嫂 这都是什么梗啊 我无法接受这种梗 我说真的 我刚刚说了 我讲了三年了 我这三年 我真的 我刚刚聊王冕 聊杨帝 我真的有一直反省过自己 就是我到底 自己的头 就差在哪里 我也问了很多前辈朋友们 就是他们总结下来 就是觉得 我有一个就是做喜剧 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我一直没敢说出来 我觉得说出来很不要脸 你知道吗 但没办法 这就是我做头续以来 最真诚的一个感悟 那就是 我太帅了 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我不是那种 没有自知之明的那种男生 你知道吗 不是 你要真的拿我跟那些 偶像明星比 我知道自己其实没有说 那么的帅 但是放在这个脱衣秀圈子里 有点过了 我说那庞国小北 他们也很帅 他们说那能一样吗 他们那种帅 还是会有幽默和才华 掺杂在里面的 你就很纯粹啊 有点杂质都没有啊 钻石偷偷秀 三年前 我当时刚开始做偷偷秀 当时 我真的每次上台 就是用尽一切方法 度观众效 而李旦呢 李旦他当时也不火了 他也不是说 靠名气什么的 你们知道 旦总那个人就是 每次上来就 全场笑翻的 你知道吗 我当时看了他 我心想这是啥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喜剧的 内核是电锯什么 这个有什么好笑的 你告诉我 你知道后来 又出现一些演员 你知道多有天赋吗 有些演员上来说 自己长得像逢巩的 还有些演员说 自己什么18岁的错发的 还有些演员说 自己跟老公树上下铺的 还有些演员 月薪一千五十 住在地里的终点站着 我心想 这比个鬼呀我的妈呀 这怎么跟你们比 我真的回头看一下 我自己相比之下 我真是家庭背景又正常 父母健康又活泼 从来不离婚 也从来不打我 但一点素材都没有的 而且我眼睛又大 头发又多 不仅不像冯拱 还有脸像李逸峰 你知道吗 还不拍吗 我真的很想赢 你都不知道 我为了练习这个段子 我把左边脸都扇得 比右边大了你知道吗 但我说真的 今年我也不想说那种大话了 我也不想说我非要拿个第一 争个前六 我只想赠面给大家看 李逸峰也能讲脱口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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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